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再扩大 指挥中心宣布 新增13例本土确诊个案 确诊里面9个人分别是亲男两女 年龄介于30多岁到80多岁 4个人没有症状 5个人曾经有症状 他们都曾经跟狮子会前会长案 1203一起用餐 整起群聚的20个人分别到过 远东搜狗台北复兴馆 林口三井凹类 国富纪念馆以及好诗多北投店 还有新竹城隍庙等地方 另外北市万华区茶室 确诊增加了三个人 年龄介于30岁到50岁之间 各自在万华的三家不同茶室工作 他们在8号到10号出现症状 另外一名确诊的60多岁男子 案1249 平常都在万华活动 指挥中心检视之后 也确认跟万华茶室有关 狮子会群聚20个人当中 有部分的个案到过万华茶艺馆活动 而万华群聚7个人当中 有个案到过宜兰游艺场打电玩 造成8个人群聚 林口百家乐也是那个 他们是一个连锁的企业 有较差成人的可能性 指挥官陈时中表示 卢州狮子会1203 跟宜兰群聚案1202 病毒基因定序结果出炉 跟华航诺富特案 染疫个案完全一样 研判各个群聚案之间 可能有相关 但还没有办法找出其中的接触者 卢州的病例 然后跟宜兰的病例 还有跟整个诺富特的 这样的一个病例 他们的基因定序是完全一样的 人跟地必须要做很好的 做很好的联系 如果这些东西没有办法出来的话 这个人到处都跑出去 跑出去的不是病毒 而是人 根据本土病例分布图显示 新北市台北市桃园市 宜兰市以及台中市是红灯 确诊人数桃园市46个人 新北市47个人 台北市18个人 宜兰市也有8个人 三级警戒逼近 指挥中心抛出了 两大染疫群聚关联图 就算公布病毒基因定序相同 没有追逐多个感染源 厘清传播链 恐怕很难让百姓安心 记者 陈正茅王一众 台北报导